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不是新闻的事情 就是 今天我发现到有一个同行 他可能不是很了解我的个人履历 OK 所以我今天在这个视频 我要特地的澄清一下 就是 OK 首先 我从来都没有 自称自己是什么 时事评论员 这个头衔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且呢 报纸我也是有写过的 专栏我也是有写过的 我以前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我就已经受邀写过新洲日报的专栏 六日谈 然后我大学毕业了过后呢 我也有写 中国报的专栏 所以呢 新洲日报跟中国报的专栏 我都有写过 然后呢 在还没有Facebook的年代呢 我也是呢 时常在各大中文报章 有投稿 想一些政治评论 我从头到尾呢 我在 这些报馆有登出来的文章 超过500篇 没有骗你了 真的是超过500篇 不过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而且呢 我也是有出过书了 我出过这两本书 OK 而且我这两本书呢 还不是自己出钱印的那种 我这两本书呢 是交给这个出版社 出版社觉得有商业价值 结果出版社就拿去 出版了 然后我是一分钱都没有出的 全权由这个出版社包办的 我个人的原则是呢 如果要我自己出钱的话 这种书我不要出了 我就是要人家觉得我的书有价值 我才交给人家出 OK 所以 我个人的履历大概是这样 OK 如果有什么误解的话 请记得参考一下我今天讲的这些话 而且呢 我想说一句就是 我们大家在YouTube上 做这种脱口秀 其实无非 就是为了讲一句真话 老实讲 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 时事评论员也好 你是专栏作者也好 你是什么身份都好 重要吗 我觉得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呢 你讲出来的话 是真话 OK 即使你什么身份都没有 即使你只是一个巴萨卖菜的 但是如果你讲出来的话 是真话 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共鸣 的真话 你这真话可以讲到人家心里去的 真话 那就可以了 即使你的身份非常的高贵 你是什么医生 律师 还是大学教授都好 如果 你是 开口就说 我们要芝士马花 你看见人家丢你臭鸡蛋吗 所以你们说 说身份重要吗 身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讲真话 最后我也是想说一句就是 其实 大家各有各作 没有必要互财的 老实讲 大家 井水不犯河水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我今天 我要感谢一下 这位同行 他给了我一个题材 讲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 好 我今天这个视频的 命题 就是 西连不好 但 已是最好 OK 你们看到这个题目 你们可能一头雾水 到底我想讲什么 为什么 前面讲西连不好 后面就讲 已经是最好 OK 好 当然我收到了一些input 就是说 其实 现在 很多那些中间选民 甚至是那些油纸 他们已经不会投西连的了 他们不会再看西连的了 以前是希望西连可以推翻这个国阵 但是 后来觉得这个西连不怎么样 所以呢 也不会再支持西连的了 他们改回去 支持 那种小小闪闪的党 甚至是德国人士 OK 我不否认 我不排除 绝对有这样的倾向 但是 我就想讲回我今天的命题 就是 西连不好 但已经是最好 我知道 西连真的是不好 你要我讲出来 西连的缺点 还真的是很多 我就 选一个最 知名的缺点来说 OK 我就说行动党开始 行动党最 知名的缺点就是 行动党太过华人了 行动党走不出华人选区 行动党呢 成为马来人的 选票毒药 所以 这个就是行动党的死胡同 他没有办法走出 华人选区 没有办法得到马来人的支持 这就是 行动党的缺点 公正党的缺点是 公正党永远永远都是在城市选区罢了 从公正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去经营那些马来乡村选区 我觉得非常的浪费 公正党明明是一个可以开拓马来路线的政党 但是 没有去经营马来乡区 OK 如果你给我选择的话 我承认西连不好 你给我选择的话 我如果有的选择的话 我情愿我自己去开过一个新的党 我去开过一个新的阵线 我把这些 行动党跟公正党的缺点全部抹掉 我往最好的方向 好像跌跌过这样跌起来 完美无瑕的 政党跟阵线 我也很想自己成立一个 但是 实际吗 可能吗 不可能 是不是 我就想告诉你们 政治是非常现实的 现在我们纵管 所有的 这个选区 他的选群方面 你大概可以看到 可能国阵会拿40%票 然后国门会拿30%票 西连拿30%票 就是这样 这三个 阵线已经分完所有票了 然后其他独立人士 还有那种小小的党 你觉得他们可以拿多少票 5%不到的 大部分都是给这三个 阵线分掉了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有什么选择 第一 国阵有巫统 代表种族主义的巫统 你投得下手吗 他不可能成为你的选择 第二 国门 国门里面有回教党 代表 宗教主义 的回教党 你投得下手吗 你投不下手 所以 到最后 我们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西连 虽然西连只有那30%票 但是能不能稍微努力一下 30%票变成40%票 就可能赢过国阵了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看到 你找不到一个 完美 的选项 但是你要在 这一堆选项里面 找一个最好的 只有西连 我也不能说 是两个烂苹果里面 选一个 比较不烂的 其实 没有去到 这么夸张的比 就如我刚才 已经所说的 一个宗教主义 你不可能选 一个种族主义 你不可能选 你只能选 没有种族主义 跟没有宗教主义的西连 我们 也是想要马来西亚 的未来 更加好 然后你要马来西亚未来 更加好的话 就必须要彻底的 摆脱 种族主义 跟宗教主义 这么一来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 就只有西连是最好了 但是 你可能觉得 西连不够完美 西连 你看 越看越不顺眼 这时候 你要想 你去选杜利人士 你去选瓦里山 问题是 他们有多少% 他们会赢吗 他们不会赢 结果他们分散掉 那些选票的话 到最后 你议了国政罢了 因为你要知道 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 是西民氏制度 西民氏制度就是 分出来 每一个选区 个别个别来打 到最后 看谁可以拿到最多的选区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每一个选区 摊开来看 40%国政票 30% 国门票 30% 西连票 所以是很现实的 你要赢了选区 而且呢 你要赢完那些选区 然后再全部选区加起来 才看 比比看谁大 很现实的 我们马来西亚呢 不是好像 台湾美国那种 一人一票字 如果是一人一票字 就简单 我们不用再去看选区了 我们甚至可以 有几百个党 一起来选 看谁到最后赢 也不是说 我们马来西亚是用那个 比例代表字 如果用比例代表字 也是不错 就是呢 你也是可以几百个党来竞选 到最后 来看 每个党拿多少 巴仙的票 然后用那个 多少巴仙的票 来分议息 也可以 可是 这些东西你们不要去想 马来西亚用的就是 西米市制度 就是 用选区 来决定 这个江山 由谁来做 OK 所以啦 你们明白了吗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我们最好的选择 已经是西连了 而且 我也要区别一下 这绝对不是两个烂苹果里面 选一个比较不烂的 而是 你要拒绝种族主义 你要拒绝宗教主义 你要选一个可以胜 的替代者 就只有西连 你把票 浪费在其他0033的党的话 其实你只是 易了国阵罢了 到最后 你只是易了国阵罢了 你没有办法 否认这个事实 你只是易了国阵罢了 所以我到最后 我还是想说 西连虽然可能是一个 无奈的选择 但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要摆脱 宗教主义 我们要摆脱 种族主义 我们的选择就是西连 所以呢 选择西连呢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由 理由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这些 我不知道你们认同不认同 但是 回应我主题的这句话 就是西连不好 但 已经是最好了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